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小学是1974年创建的 当时有一口土羊豆 一名教室 我的课堂上你可以活跃 你可以质疑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鼓励孩子们大胆地开口 勇敢地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 你们对教育的执着 对知识的渴望 对学生的关爱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来 你们取得了新的进步 我感到很高兴 大家看到这封回信 心情非常的激动 很多老师都留下了热泪 当时给我们的感受就是 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 我们的工作普通 但是又不普通 总书记说 教育很重要 教师是立教之本 有什么样水平的老师 才会有什么样水平的学生 乡村的老师特别的渴望学习 特别的渴望进步 走出去能够接受到 更优质的培训的机会 它让我们这些农村的老师 不再是井底之蛙 也让我们不再闭门走灶车 我希望看到有这样的 扎根这里的这一批乡村教师 为我们的国家 也为我们的这些家乡 培养这些优秀的后代 你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又是一种期待的美景 那单元 校园 那孩子们我们 把这里的校园 我们到乡村来 肯定会有一定的失落 社会和家庭并不是 非常地认可我们的选择 但是呢 总需要一部分的人 来到这里工作 我们书记在那鼓励 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 是有意义的 一 二 三 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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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里的人 我从小感受到 我们家乡的贫困 我走上的教育这个岗位 我觉得我应该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孩子们参加夏令营活动 接受到的新兴的人和事物接受的越来越多了 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也大大的提升了他的自信心 你看你看看他每周知的一个什么时候 你这样的教育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 当一名警察 当一名医生 当一名军人 考上北京大学 我想在太空探索 探索未知的奥秘 看个奇妙的时间 把信息拍下来给爸爸妈妈看 当一名老师 把自己学到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 让他们在中一小学的这个阶段 成为他人生经历当中 感到想起来都会很幸福的一个阶段 我也想用更多的老师 投入全国的热情 跟我一样 扎根在三区 为我们的三区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认认真真地教好书 陪伴孩子们过好每一天 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 扶贫必复制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 接受良好教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术 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